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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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眼睛報 陳東大哥最近正在香港 拍他的好萊塢新電影 《絕地逃亡》 但沒想到十七號的時候 竟然發生了死亡意外 對 因為其實在說 裡面有一位五十一歲的 資深攝影師 他們當時是大概八個人 在一艘小船上拍攝畫面 對 結果因為風望太大 結果導致翻船 這真的很可怕 而且聽說陳東大哥 其實有跳到海裡面 要救那位攝影師 對 可是因為沒有救到 他非常非常地製作 你知道聽到這種消息 真的會覺得 讓人家很心疼耶 而且你記得以前 大家常常都會去那個電影院 尤其是過年期間 會去看陳東大哥的賀翠片 當然啊 然後他結尾都會有一些 NG的片段 其實很多人還真的是 因為那些NG片段去看的耶 今天也整理了一些 陳東大哥當年拚命拍片的 一些片段要給大家 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零意外也是一種經驗精神 真的 說到陳東 也許你不喜歡他的 也許你不接受他犯了 男人都會犯的錯 或是怪他轎子無放 不是個猴爸爸 可是 絕對無法抹殺 Jacky Chan 他是華語電影史上 最偉大的動作明星 沒有之一哦 呵 有了會問虎哥 最偉大 這怎麼認定呢 我隨便刨出幾項哦 你聽聽 縱所皆知 他是唯一一個拍電影 從來不找替身的動作巨星 他是唯一一個被 被命名為美國節日的動作巨星 他是世界上演過最多動作電影的動作巨星 這些就夠證明了吧 陳老的電影是用他的命評出來的 講座就是他身體上的傷痕 骨頭上的鋼丁 虎哥促裂統計他當上男主角後快四十年間 生死一瞬間的紀錄 1978年拍攝最詮時 眉骨受傷 眼角骨被打爆 1978年拍攝蛇星雕手時 被踢掉一顆門牙 1980年拍攝失地出馬時 鼻鼓壯烈 1982年拍攝龍少爺時 下顎撞傷 1983年拍攝A計劃時 筋骨脊椎重傷 鼻鼓再次壯烈 1985年拍攝威龍猛看時 手指骨折 1985年拍攝警察故事時 脊椎骨六指八截 即骨痕壯烈一位 1986年拍攝龍少爺虎地時 從高空墜下 左耳頭骨凹陷 腦出血 碎骨內衣 造成右耳聽力嚴重受損 1989年拍攝奇蹟時 鼻鼓第三次壯烈 1990年拍攝飛鷹計劃時 胸骨骨折一位 1992年拍攝警察故事叙集時 甲骨一位 1993年拍攝城市獵人 右肩扭傷 關節脫臼 1994年拍攝中案組時 扭傷大腿 1994年拍攝紅斑驅時 腿部嚴重骨折 1995年拍攝霹地火時 腳骨在開車時壯烈 1997年拍攝一個好人時 跳橋 第四次鼻鼓壯烈 大多過程中 再次傷到緊骨 1998年拍攝我是誰時 左邊肋骨及腳踝受傷 2001年拍攝特務迷城時 尾椎卵鼓受傷 2001年拍攝特務迷城時 2002年拍攝飛龍在身時 眼部受傷 2005年拍攝寶貝計劃時 不慎頭部直接撞擊水泥地面 好 別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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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場戲中 左臂及左腿均粉碎性骨折 嘿呀呀 用身體詮釋藝術 用生命成就經典 成龍兩個字 是世界電影界的傳奇 只是在拼命的同時 還是希望安全是電影人 敬業的第一要素呀 要故意了吧 嗯 向全體動作電影從業人至今 報道